老朴从仅20年 也是第一次碰到 如此变态的凶杀案 女孩生前被铁链牢牢捆绑 然后用恶狗将它活活咬死 并且凶手还在现场留下纸条 上面写着狗食之行 经过调查 死者是一位爱狗人士 但因为男友对狗毛过敏 他就残忍抛弃了多年养的爱狗 这难道跟此案有什么关联 还没等警方反应过来 又接到了另一起凶杀案 死者生前是个肥宅 整天待在家里玩游戏 不仅一坑老为荣 还对年迈的母亲态度极其恶劣 警方在现场发现一些碎肉 秤上的重量与死者出生时一样 旁边同样放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感受为母之痛 案件也变得扑朔迷离 警方快速对两起案件展开分析 发现死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三年前 一起凶杀案的陪审团成员 案件的死者是个小女孩 尸体被凶手用树枝包裹 凝固后被做成了标本 凶手落网后被处以极刑 但他竟在执行前自杀了 警方联想到两起命案 推断凶手是在向陪审团复仇 老朴一听顿时慌了 因为他的妻子也是团员之一 但却在前不久 夫妻俩由于工作原因大吵一架 妻子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现在不管老朴怎么打电话 里面提示都是无法接通 老朴只好来到妻子闺蜜家询问 可开门的是一个男人 对方声称是闺蜜的男友 见问不出妻子的下落 老朴赶紧来到闺蜜上班的地方 得知了事情的严重性 闺蜜只好赶紧坦白 说妻子在自己家 可一旁的同事忍不住抱怨 你男友竟然不配合调查 闺蜜一听却突然愣住了 老朴的心顿时量了半截 于是急忙开车往回赶 与此同时 妻儿被凶手装进了箱子 这可能是二十年来 最变态的凶杀案 男人硬生生被上千根钢针穿透致死 无法想象是有多么大的仇恨 才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并且凶手还现场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吞千针之行 可还没等警方反应过来 又有接二连三的案件发生 有的直接被冻成冰雕 有的身体被分割成两半 并且凶手每次作案后 都会在尸体旁留下一张纸条 很显然 这个凶手是个连环杀人犯 就在这时 老朴得知妻子是下一个目标 于是急忙开车往回赶 正巧途中碰到一个羽衣男 开车从自家小区出来 老朴有着从仅二十年的经验 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他立马掉头追了上去 随后他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 说家里没有妻子的身影 老朴一听顿时慌了神 一不小心车子发生了侧翻 凶手趁机开了一辆大卡车撞来 好在老朴及时爬了出来 但受伤的他只能瘫倒在地 眼看凶手一步步逼近 老朴奋力抓住他的脚 开始询问妻子的下落 对方没有做出回应 只是一脚将他踢晕 等老朴醒来后 同事带着案件资料找到他 可让两人不解的是 凶手为啥没有痛下杀手 难道是熟人做的案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 两人立马追了出去 可老朴由于太过心急 在过马路时被车撞翻 同事只能独自追了上去 然而等老朴赶到天台时 同事已经被凶手挟持 在两人的谈判中 凶手说出了真相 原来三年前 树真女童案就是他做的 他认为那是艺术 可陪审团却把他错判给其他人 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耻辱 就在这时 一缕阳光照到凶手头上 只见他浑身变得不自在 紧接着他手一松 同事立马就掉了下去 而老朴根本来不及抢救 等他缓过神爱 凶手早已不见踪影 面对上司的指责 老朴才想起凶手的异样 经过进一步调查 凶手可能患有阳光过敏症 有了这条线索 老朴开始对医院逐个排查 好在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在一家医院 得到了凶手的信息 可由于老朴孤身直入 加上这几天身心疲惫 在与凶手打斗时 因体力不知被对方打晕 丈夫打开冰箱一看 里面摆放着两个人头 竟然是自己的妻儿 这一刻丈夫彻底崩溃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直接瘫倒在地无助的呐喊 而注视着这一切的凶手 狂笑不止 这种变态的行为 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快感 紧接着他出现在老朴身后 用言语不断刺激他 老朴拿起枪追了上去 在经过一个转角后 他终于追上了凶手 就在扣动扳机时 突然见对方跪了下来 这姿势让老朴觉得很眼熟 于是他举枪慢慢上前 摘下头套发现 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原来在前不久 凶手以孩子作为威胁 逼迫妻子戴上头套 想来一个 离貌换太子的戏法 让老朴在愤怒之下 亲手杀害自己的妻子 见事情没能得偿所愿 凶手直接挟持孩子 让老朴在妻儿之间 做出选择 面对对方的威胁 老朴祈求用自己的命抵换 就在这时 同事赶到一枪打伤了凶手 眼看无力对抗 凶手只能开门逃跑 但没想到外面阳光明媚 一时间他的脸上开始溃烂 只见他抱头惨叫 慢慢地失去了行动能力 就这样凶手终于被逮捕归案 画面一转 只见一个女人走进病房 往他的吊瓶里注射了不明药 原来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 在多年前的一个一晚 姐弟两亲眼目睹父母被杀 从此弟弟心里变得扭曲 于是对艺术有了变态到极致的狂热 故事最后 老朴一家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其实影片本质上 是在阐述孤独造成伤害 加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关注 让自己缺失了感性的认知 其实就是想问 爱情与面包谁更重要 但这阳光过敏症 不知道你见到过没有